L聊斯蒂 天影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李莉的朋友和他的白狼公對決 這場比賽是比較特殊的邀請賽 獎金也算是比較偏少一點 但我覺得還是值得一看 因為白狼公是中國戰隊 每位村人都是中國玩家 李莉的朋友就是李莉和他的朋友 各種國籍都有 這場比賽有看到我們熟知的Ryper 李莉還有打套跟Dout 全部都在這裡面 中國的玩家們也是這些比較常見的ID 我們頻道上也是常常看到 這些中國頂尖玩家們的ID也在這裡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在阿拉伯的表現相當的優秀 前期的弓兵的射擊速度十分的快 往往可以打出一波優勢來 伊索比亞算到了城堡時代免費的重裝長槍兵 但是在團戰來說 不太會去刻意使用這個重裝長槍兵進行防守 主要是他的弓箭手的射擊速度夠快 還有這個三世代時給的肉跟金 都有一個不錯的加成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 黃色選擇的是法蘭克人 黃色是VIPER 有選他自己的顏色 那法蘭克人在團戰的表現是非常優秀的 因為他的前中後期的經濟都不錯 爆馬往往不會爆輸對手 而且騎兵一直都有血量優勢了 尤其是方箭時代 這個刺頭的血量往往還比對手多了9滴血 能多扛個幾刀或多扛幾發箭矢 就可以改變這個戰局的走向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印度斯坦人 那印度斯坦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打駱駝 這個攻擊速度的加成 好不然就是選這個曲折羅倫 這兩種文明的選項 那印度斯坦的玩法比較像是走駱駝 那後期也是可以轉出果槍那些的 那以團戰的表現來看 其實並沒有這麼的亮眼 但我是覺得印度斯坦人是偏強 他還是偏強 那我是覺得有點中規中矩 有時候覺得太強的時候太弱 最主要是因為他是駱駝國 所以很容易被對方的攻兵國給射爛 所以你說印度斯坦人在團戰的表現一定比較優秀嗎 嘖嘖 我覺得也沒有到一定很優秀 至少我覺得法蘭克比印度斯坦還要更穩定一些 以這個數據來看 那接下來看到這個越南人 那我們這邊看到外加是選擇了塔套越南 越南在團戰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的團戰表現是有火砲 而且射箭場的單位 這個強奴跟戰卯血量都有增加 在對射的情況下往往多幾滴血 多扛幾刀刺喉傷害 把這攻兵的數量堆疊起來 就會打出很大的優勢了 那後期的這個指令技術或是轉這個420血的大象 都蠻強大的齁 好 那繼續介紹一下對方 那這邊是中國戰隊天狼星也是選擇了伊索比亞 OK 那我們跳過 看到印度斯坦 OK 又跳過 奇怪怎麼都一樣 OK 瑪扎爾 那瑪扎爾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鍛造技術 這個異攻是免費升級的 然後到印度斯坦就免費給3攻 那這個效果讓他在封建時代 通常對手要點異攻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你點異攻就代表你會少兩隻刺 那往往可以利用這個刺頭上的數量 雖然說是數量不會有優勢 但是至少自己的攻擊力有事先提升的 如果雙方都是三隻打三隻刺頭情況下 瑪扎爾往往會有優勢出來的 但瑪扎爾的確定也是很明顯 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一定要自己的軍事 跟打 把對方的村民打出這個軍事 軍事 不是軍事 這個經濟差距出來 才有可能獲得一些優勢 那瑪扎爾人後勤一樣可以打遊翔 但後勤也可以根據外加做出改變 例如自己轉出打這個反驅弓 那由外加的弓兵國 轉這個步兵啊 或是轉一些奇特打法 進行搭配組合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這邊是 抖音帝國時代痛大師 這個痛大師跟我們的痛哥是不一樣的 台灣有一位玩家叫痛哥 OK 那這邊不練典人是比較特別的 那當然喔 他不練典人這個文明來說還算是可以用 但我個人認為他在中後期的表現 並不是像伊索比亞這些文明這麼的亮眼 然後再來前期的部分呢 甚至是有可能會打輸對手 就像伊索比亞或是瑪雅越南這些的文明 所以我覺得 不練典人喔 他還是要走一個非常非常大後期喔 才有可能打敵 而且前期甚至是跟他的弓兵國外加對打 會有劣勢的情況出現 尤其他是沒有拇指環的關係喔 所以更有可能被卡死一隻 哇靠 這邊直接收掉了伊索 太狠 這兩隻獅頭打到有點 無法無天喔 這個有點過分喔 直接收掉了 外加擬立的一隻村民 那不練典在封建時代的對久也是相當劣勢的 他這個射程呢 要到城堡時代開始喔 才會有優勢出來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也沒有拇指環只有一點的射程喔 那如果在對射情況下 也很容易射輸對手 所以不練典人 我是不太喜歡在團戰阿拉伯使用 當然就是如果是打什麼封閉圖 什麼競技場或要塞之類的團戰地圖 我就會比較想要選擇不練典人 這個陣地戰是真的強 那以阿拉伯來說的話 可能數量或射速血量上 可能會更具有優勢一點喔 那這邊看到 目前兩邊的外加 都是先把射命給圍起來 都是圍一個偏大的 那我覺得這樣圍法也比較OK喔 讓對方想要進攻的時間會更晚 那對方如果是要進攻下來的話 也會走到內加 那走到月裡面的話 那對於外加的包夾或是 另外一架內加的資源也會比較快起一點點 但這邊有個細節喔 兩邊是沒有進行一個大圍聯訪的 Mipers就自己圍自己的 然後尼琳也是自己圍自己的 甚至要把自己給圍死了喔 那弓兵單位還在家裡 並沒有出門5次弓兵 那這邊可以看到 對方的YO 是已經出了非常多的肉碼 是走一個肉碼開局 那目前看到道德 這邊也是肉碼開 兩邊的印度斯坦都是肉碼開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路線 那塔套呢 這邊是外加 轉出了弓兵 弓兵單位 越南的弓兵血量是36滴血 這時候就有這個血量的優勢 那目前 Esobia 這邊是沒有把自己的弓兵放出來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打鬥 那目前尼琳是把自己的弓兵放在家裡 稍微自己巡弱一下而已 右邊這邊走過來 想要圍死 那目前可以看到 目前Esobia的血 血量是30滴血 越南這邊是36滴 但是他有攻速加成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不列典在阿拉伯來說 是比較偏劣勢一點的關係 人家都有這個 機體上的優勢 不列典在前期就是沒有 但不列典這邊還是主動出擊 而且這邊一攻還沒有 點下去就出門了 這個相當大膽 我自己在打阿拉伯團戰 我都是等到一攻 射程 有的時候才出門 但是Esobia 這邊一攻的射程還沒有點 所以VIPER這邊應該會先行撤退 沒有一攻就開打 是很虧的 下方這邊已經開射了 這邊已經繞到了後方 那目前尼令 點下來一級射 看一下越南這邊有沒有點 越南這裡有了 那Esobia 無知的菜鳥 這邊也是有點下了一級的射程 OK兩邊射程都點下去了 直接收掉 這個肉馬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控工兵 肉馬不會控是正常 這邊想要直接鑽這個洞過來 那上方都在跳恰恰 目前沒有中進 應該是小打小鬧 你進我就退 但是這時候YO的肉馬數量有點多 那這邊兩邊團戰互打 肉馬的重點就是 你在扛對方正面肉馬的時候 也要去打後面的工兵 那如果你離對方的工兵實在太遠了 你也不要硬踢 還是要跟對方的肉馬先扛出前線 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能衝到後排的話 還是拉個兩三隻到後方 攻擊對方弓箭手 對方弓箭手沒有辦法 即時的去輸出自己自家的工兵 或是自家的這個 扛線肉馬 這個就有點複雜 那到底要怎麼扛 我覺得 肉馬的數量才是關鍵 前期還是 數量是關鍵 但你也不能出太多 如果你真的出太多的話 也有可能 導致升級太慢 或是你的品種很難點下 那這邊可以看到印度斯坦 道特這邊是先點下的品種關係 那目前印度斯坦 YO還沒有點品種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很危險 因為他的前期肉馬沒有出那麼多 所以他的品種可以更快點出 這個細節部分 道特就做得很好 那YO這邊是單純的肉馬出浪壓制 他是想要先把肉馬 穩定起來之後 再點品種的一個策略 那這邊也趕快要點異防 這個異防趕快點上去 好 那道特是防禦力呢 跟血量都點了 那YO這邊防禦也補下了 通常點完之後才會上 好 品種也點了 那道特現在他們有 軍事上的優勢 所以其實可以考慮直接硬上 但這裡有根箭塔 還是有點顧忌 沒有這麼輕易的上去點 好 好 那看一下viper的上方 他們可能也要開打起來了 那不列天這邊是已經迅速升到了城堡時代 已經點up上去了 viper這邊城堡時代也點上了 好 這邊直接一個大爆打 這邊前線的肉馬 免力的 不是 是道特的肉馬直接損失掉 Wild這邊肉馬直接打出了優勢 那這邊的話 一定要先收對方的攻兵喔 肉馬的部分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理阿 先把這個 數量給射掉 工兵過來支援一下 但是這一頭工兵可能也要沒了 這攻擊速度好快 好 射掉肉馬 再射 那這邊yo就要趕快去吸引對方的箭矢 一直抖動就可以了 好 但是剩下一隻應該對手不開牆裡 只要貼近的話我就射 OK 這邊工兵細節有做到 團戰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方只剩下三四隻肉馬 只要貼夠近你就射他 如果他貼的不夠近 你就射對方的工兵了 好 那上方不列天 這邊是升到城堡時代關系 直接一個退守城鎮中心 並沒有跟尼力跟viper 進行一個正面的對打 003 EMA 這邊是選擇馬扎爾的關係 競技上並不四種的優秀 肉馬數量非常稀少 那甚至升時代也是輸給viper 好 所以這個搭配主軸 我覺得顯得有點奇怪 馬扎爾跟不列天 對上伊索比亞跟法蘭克人 這個一定要到城堡時代 才會有優勢 但城堡時代優勢也只有工兵的射程優勢 也沒有正面對決的優勢 而且到了城堡時代 可能經濟又會被拉開 馬扎爾這邊 所以馬扎爾這裡 如果要繼續打強軍士的話 又可能all in輸人家 所以這一點 可能要靠下面打出破口 我覺得下面才是主戰場 上面可能就是一直維持小打小鬧 不會有太大的對戰狀況出現 viper這邊直接爆了一堆青騎兵 應該是一台刺口 升級到青騎兵上去 先打了一些木牆的血量 越南這裡 城堡時代還有三十日五秒 所以這邊還要等升級 目前道特已經升到了 城堡時代 駱駝出了幾隻 3TC開農起來 印度士代這個文明 城堡時代的優勢非常巨大 聰明的造價非常非常便宜 甚至在上次的改版中 還讓這個聰明的造價 又再下修理一點 價格又再更便宜了 所以團戰會出現印度士坦 我覺得算是合理的一個表現 而且確實在內加的情況下 不要選雙騎遊俠國 而是一個駱駝國 配一個遊俠國更好 像曲折羅 薩拉森 或者是印度士坦 這類的文明很多不錯 但薩拉森跟印度士坦比起來 薩拉森是比較慘一點的 因為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經濟會常常輸人 會有點像打起來 看是有點像是瑪扎這種感覺 你一定要全力暴兵喔 甚至TC不能開喔 你一定要把對方打死一架 你才有可能拿到更大的優勢出來 所以這一點喔 瑪扎這邊是有時間上的一 嚇死喔 那薩拉森這邊也有喔 那薩拉森這邊也是 沒有想要3TC速上帝龍時代喔 好 這邊彈道學還有 1秒 弓兵雖然有多多 37隻 彈力人工兵數量37隻 那薩拉森現在是城堡是在關係 射程來度了一攻 現在可以開始點射 但以正面射擊來說的話 是會很容易輸給對手 瑪扎這邊射速很快 那薩拉森這邊射很常 點工兵很舒服 好 這邊已經殺到這裡來了 阿炮這邊直接拉了一圖工兵 到了內加 YO家裡做一波騷擾 那兩邊都是 弱陀佛對撞的情況 而且連Vipe的 新騎兵跟騎士喔 都來到YO家裡開Party了 然後大家這邊也是拉了一些騎士 過來幫忙應對一下 好 這邊包夾看一下 YO這邊的兵力有夠嗎 但是內加的無知的菜鳥 工兵還沒有抵達戰場 這時候還是左邊慢慢趕來 當你到達戰場的時候 隊友都已經躺在地上抽啦 左邊的戰場目前還沒有打出一個大開戰 下方果然是主戰場 兩邊都在互打 無知的菜鳥這邊的主力部隊 已經來到內加 道特的印度斯坦加里 但是前線的部隊呢 野化被解完 這時候無知菜鳥 拉了幾隻的工兵過來解 越南這幾隻單位 應該是解掉了 好 那問題回到了道特的身上 哇 這裡拆了很多田啊 很賺啊 好 那達套這邊是 繼續展出了更多的工兵 好 上方這裡 好像有機會開打喔 但這邊一直在吸引對方的箭矢傷害 並沒有正式的貼上去開打 法蘭克這邊3TC開農 讓自己的騎士開始亮閃起來 而且是三馬就 馬炸這時候才開下第一個城鎮中心 第二個才對 第二個城鎮中心 經濟有點跟不太上囉 村民是51村 對上71村 變那一家經濟差距了 那下方這邊的工兵呢 非常麻煩喔 伊索比亞這邊的射速非常快 而且駱駝呢 打到這個工兵果 又是伊索比亞情況 損失的速度更是誇張 越南這邊數量也不是很夠 有人說這時候越南可以打成假攻 就可以打給對方的伊索比亞的射速 這邊有點危險喔 這裡會被路駝包耶 這邊越南要先測一下 不能硬上 要不然這邊直接一個回頭板包就沒了 哇靠 這個伊索比亞尼利 居然還在那邊偷開城鎮中心 太過分了 但是對方更過分 3TC補裂碟 這邊經濟更好開 畢竟城鎮中心的木材是半價 優秀 好 這樣大家都有彈到血囉 這樣射擊對方的工兵單位非常準 越南這邊甚至還轉出了奴炮 打得相當謹慎 那尼玲這邊的一個問題 也是沒有轉這個奴炮出來 但我覺得不轉奴炮是對的 因為人家射程太長了 你可能奴炮還來不及射到一發 會被對方給射掉了 好 伊索比亞現在進入期 沒有辦法扛住不列電的射程優勢 現在射程來到了5加3 還有5加2 射程差了一點 還有兩邊對射 我要硬上嗎 這邊硬上的話要分兩隊喔 不能全部 堆疊在一起 這樣可能會有這個 火力集中在一隻弓兵身上的問題 好 不能直接上高地 所以viper 拉了一些騎士過來 但不列電這邊高地優勢 會繼續拿下嗎 但是現在隊友馬扎爾 沒有夠多騎士在家裡防守 全部回救 反客viper直接衝到了後方 想要來中段後方的補給 這邊騎士大戰看一下 viper可能會贏 嗎 不會 因為他沒有二攻 馬扎爾有二攻 完了 沒有 viper沒有二攻 能打得贏嗎 有二級拿牌 看起來也不行 後面騎士支援太快了 四馬就出騎士了 好 整坨包掉 但是好消息是 前方的不列電的弓兵 只剩下少量幾隻了 這一坨往上 確實收掉非常多的弓兵數量 但是很大的一部分 是viper的騎士上來 幫他收掉的關係 而馬扎爾就是全力回救 所以前線並沒有辦法保護到 不列電這邊的弓兵 但這邊viper家裡 也被馬扎爾直接一個偷家 偷到了幾隻村民 來看到戰場前線這裡的狀況 目前看到這裡沒有大打出手 但這邊好像又在聚集一波 這裡又突然開打起來 這一下戰場非常混亂 YO這邊的BD打得很好 後方讓Y 讓塔套有點受傷了 這邊可能要低調這個房子 這個洞來 這邊直接引上頭 車砸掉了嗎 哎呀 差點砸掉 好可怕好可怕 這個好緊張 從車接換弩炮 好 目前尼利跟塔套 還有viper全部都在進攻當中 這邊尼利下方的隊友 這裡要撤咯 所以可能會打不贏 後面工兵希望太多了 好 那目前道成是希望 要升到帝龍師代後再開打 至少先升個三級工兵鎧甲 比較耐抗箭矢 好 下方的駱駝直接收光 viper家裡的騎士騷擾 終於解乾淨了 目前viper的說明室有稍微下降一點的 來到了騎村 好 中間這一波的包夾 看起來viper自家的工兵單位是被收光了 viper是選擇去追擊敵方不列顛的弩兵 看這邊弩兵直接鑽了一個小洞 我們撤催 馬達這邊包夾包得非常漂亮 好 下方這裏也要即將開打了 到了是到帝龍師代 先撿下重裝駱駝跟三級的工 好 騎兵鎧甲 那達到這邊呢 升帝龍師代是非常困難 凡是對方帝龍師代已經升了上去 無知的菜鳥 這邊帝龍師代還有五秒鐘 等到強弩一升級好 就要完蛋了 而且這邊城堡已經蓋好 待會去米托斯基直接拆架 好 那達到這邊的說明書也只有六七村 神帝龍也是太可能喔 經濟還差了一大截 3TC開農還是比較穩定 好 馬達這邊又再次爆了幾隻騎士 送到了viper家裡 但viper這邊也打算要送一堆騎士送到敵人家 目前尼令這邊的資源量可以花點下帝龍師代 但是灰色不列顛人早就已經點下帝龍了 目前中國隊是優於優勢開始了 實在上都是領先尼令朋友這一隊了 好 這邊重裝駱駝已經升級好 帝龍駝也馬上補了下去 就閃這裡 要考慮回頭打一下嗎 對方也是駱駝騎兵 還沒有升到重裝駱駝 那後面有一些強弩兵 讓道特有點疑慮 到底要不要反打 但這一坨強弩已經衝了進來 那道特這邊的駱駝弓兵是擋不住的喔 把駱駝全部送光 帝龍駝還在必死上去 直接吃乾抹禁 駱駝全死 將近快要十字駱駝送光 然後再回頭再來這些駱駝再次送光 哇 十三隻 十四隻的駱駝就這樣沒了 好 那目前逃到這邊的 努兵不敢跟強弩互打 而且人家有這個射速的優勢喔 帝龍駝騎還有一段時間 大概還有五秒鐘 那YO這邊的駱駝想要往前包嗎 但後面有帝龍駝 這一波射掉非常多的駱駝單位 YO這邊是有點下水角 稍微下了一點點 但是這邊有三十七隻的帝龍駱駝想要做個包夾 這邊包夾能夠成功嗎 來看一下 後方的越南 重兵過來救一下 但還沒有強弩喔 既然越南家裡已經被都更了 但這一坨強弩一定要收掉 沒有收掉就沒了 OK 這邊集結所有的軍力 終於順利的收掉這一坨駱駝 但是越南家裡已經BBQ了 巨型頭司機一直在步步推進 上方這裡呢 看起來 Viper才剛點下帝龍世代 城堡世代出了太多的騎士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中途講到的 如果你在團戰出了騎士太多的話 升級就很容易出問題了 當然出弓兵也是 所以什麼時候要停弓兵 什麼時候要轉騎士或防守點帝龍世代 這一點在阿拉伯團戰裡 是比較困難的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判斷 什麼時候轉會好 因為如果你兵出太少 很有可能城堡世代就被打一波 就被打掉了 就沒有帝龍世代可言 這也是為什麼阿拉伯 常被稱為殘酷阿拉伯 就是這個原因 這人太殘酷了 那倒炮這邊已經有帝龍世代帝龍世代 帝龍世代 那這邊強奴還沒有升級好 肚子已經先上了 但威爾這邊正中路才剛升級好 並沒有帝龍涼 通知車第一次被盜兵給收掉 後方的強奴再想要射擊突破這一砲 的帝龍龍啰的攻勢 那後方 塔套這裡要趕快去射後方強奴喔 這個千萬不能去射 終局同時射頭司機 結果這邊前方的DOT的帝王路口全部被收乾 MIPER家裡也爆炸了 普列艦直接走到了MIPER家 MIPER家也是BBQ MIPER這位帝王時代還有15秒 而且三級的弓兵 三級射長武 好像要直接射出來MIPER了 MIPER升到帝王時代還要升級三級的起兵鎧甲 並沒有辦法直接馬上升級上去 這裡要夾住有機會嗎 OK 普列艦只剩下30隻的槍在這裡 應該其實是可以吃乾淨的 其實上方這裡隊友好像快要沒有了 前方的城鎮中心也早就爆開 雖然有槍無守著 但對方鏡頭實際一直在推進狀況 MIPER家裡其實有點自身難保 就要靠DOT的帝王路口過來救一下 但如果去救MIPER的話 自己家裡的隊友 越南這裡可能就會一直被繼續推進 這個團戰打的有點兇狠 那馬薩這邊家裡沒有受到太多的干擾 遊俠已經升了上去 騎士數量一直去報錢 好 MIPER的動物升級到了重裝騎士 那以法蘭克這個運命來說 沒有升到遊俠的話 他的優勢並沒有那麼的巨大 等於要升到遊俠才會有巨大的優勢出現 所以MIPER這邊要去想辦法點出遊俠 沒有辦法解出遊俠就只能打GG了 這邊塔上這邊直接打出了GG 來得有點快 太快了太快了 沒有辦法 兩邊的外加都已經被推進去了 不得不說 中國團隊這邊打得真的是很好 尤其是瑪詐這邊 雖然前期有點被VIPER封建的肉馬被壓制住了 但是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雖然他的騎士數量有稍微穩定起來 然後後面的承認中心也是稍微落後了VIPER這邊 但VIPER這邊騎士雖然出了很多 但好像有點送掉的感覺 並沒有做到太多的事情 那白蘭宮這邊的003 這邊高地包掉對方的尼利德 這坨弓兵相當關鍵 這坨弓兵被包掉之後 自己就可以安心3TC農上去 然後順利轉出遊俠出來 就可以打贏這場比賽 那白蘭這邊是出了太多騎士的關係 升帝龍時代稍微偏慢了 而且這一坨不列顛牆無盡來之後 還在城堡時代關係 完全扛不住 還要叫道特來幫忙 這也是一大問題 那道特這一場是有點過勞了 要幫下又要幫上 真的是有點扛不住 那這一把道特真的是扛得很好 升級的方面也是比5歪2還快了一點點 這邊也看到帝龍駱駝才剛升上去而已 沒想到這個塔套 是有點被對方壓寶壓成功了 所以沒有辦法守住自己家的前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道特達到資源的總剩 6萬資源 所以我才說道特經濟流才是真的強 以前的道特都是走經濟流的 他這邊經濟是非常的噁心 6萬多的資源 那軍事方面呢 是拿到了1.74的KD 哇 無知的菜鳥 非常猛 那道特的話只有0.6 那不得不說 他剛剛那一坨十幾隻的駱駝 直接被對方的無知的菜鳥這邊給收掉 確實很虧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unas배ass瓊 是希 麴 不了 結婚 Cap 個 那 consum